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家中有任劳任怨的前辈就是老人来洗 如果要锻炼娇生惯养的子女就是孩子来洗 当然还有种种的特殊情况都不在文本范围 这里讨论的对象特指夫妻双双上班收入贫贫买不起洗碗机的工薪组 也就是说将它局限在最普通的饮食男女之间 洗碗之所以是一个问题 因为每一个家庭不可以虚于离开她 听过一对新婚夫妇大打出手的传闻 琴就是谁都不愿意洗碗 便每顿饭启用新碗 哈在是新人 亲朋窒息的礼物里有大量碗盆 然而坐吃山空 当最后一个碗也干合了汤汁之后 男方指责女方不尽妇导 女方说 碗又不是我一个人消耗的 凭什么非要我来洗 争论的结果是从文斗变成武斗 所有的碗摔碎之后 分道扬镳 这个故事也许极端了一些 但月光下 没有因为晚饭后洗碗问题 有过举语的家庭 大约不多 认识一位男劳模的妻子 负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 真是高风亮节 但是她拒绝洗碗 客人到她家 看到窗面几近 唯有厨房里堆积着成山的脏碗 大家说 你竟然把别的事都做了 何苦和这几个碗过不去呢 一缕袖子几分钟不就干完了吗 女人说 我什么都干了 她单刷个碗还不应该吗 要是连碗都不洗 这个家还有个公平没有呢 家庭内部 洗碗有象征意义 它不单是一个体力劳动的问题 还具有某种价值法则 晚饭后 谁洗碗 我不是权威的统计部门 采取的是很局限 很笨拙的口头调查 问了十个家庭 结果有八位主妇 扬眉吐气地告诉我 晚饭后 丈夫在洗碗 我相信这个数据的部分可靠心 很多男子汉 不无自豪神色谈到自己气管炎的时候 最充分的一个论据是 我们家的碗都是我洗的 洗碗于是成为了中国城市男人 值得夸耀的家务政绩 成了中国女人翻身得解放的铁案 沾满油污的碗 真就承载了那么强大的心理价值吗 许多年前的大家庭 洗碗也许是很繁重的劳动 要到井边打水 要用碱去油污 打碎了碗要受到长辈的斥责 但在如今的城市里 工序已被大大简化 水是自来水 油腻有洗劫淋对付 马步有百结丝代替 一个三口之家的锅碗瓢盆 假如是手脚比较利索的人 勤勉操作 一定可以在十分钟内结束战斗 洗碗只是诸多家务劳动中的一项 虽然比较繁琐 她现在被女人得意地提到如此高的地位 或者说是被男人 有意贬到一个下贱的地位 是否为了掩盖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家庭中谁负担了更多的劳动 例如晚饭是谁做的呢 只要不是让家人吃方便面 一顿出局规模的晚饭 从自由市场的采买 到热气腾腾地端上餐桌 必定比洗碗要耗费数倍的时间与体力 在我上述调查的十个家庭中 都是女人做饭 我们甚至可以说 洗碗的男人绝大多数是不做饭的 因为不做饭 他的愧疚 补偿 感激 将功折罪 就表现为洗碗的行动 洗碗在家庭中的惩罚意味 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你没做饭 所以你得洗碗 女人说 因为男人洗了碗 洗碗又是一种悲下的劳动 所以男女找到了一个对等的支点 于是心理平衡 但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洗碗和做饭的劳动量 和他们的技术含量并不相等 人为得将某一种劳动 打上耻辱或者高尚的印记 给予劳动本身 一种原本不属于它的附加值 有意无意中 为一个深藏不露的目的服务 用较少的劳动 与较多的劳动平衡 这种平衡不单是体力时间 而且是心理 道义 舆论 换句话说 是用一种虚幻空洞的口头价值 弥补劳动上实实在在的赤字 洗碗的男人自我夸耀 几乎成了一种社会习商 也许是善意吧 但我以为 本质上洗碗者不自觉的自我辩护 是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的特质的盾牌 男人和女人同样奔波 同样辛苦 回到家里共同承担家务 这其中很难分清谁应该干得更多一些 但洗碗与做饭就像散步与急跑 他们的劳动量显然是不相等的 一定要说他们相等 或者用种种调侃和误导 让他们之间的天平指针保持平衡 假如不是糊涂 就有些像瞒天过海的小商贩 诚心要缺金短两 晚饭后洗碗的那个人是很辛苦的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但洗碗只是所有家务劳动当中的一部分 一只碗无法抵挡繁琐 细致辛苦的其他劳动 夸大一点不提其余 并弥漫着别有用心的味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